大家好 我是熊哥 靠近底袋的代開 可以選擇一顆星或兩顆星 一顆星的話就是說這個球比較上來 或比較靠近中間 往中間靠的話就選擇一顆星 如果他比較靠近袋口 然後比較靠近顆星邊的話 就可以考慮兩顆星 一顆星比較不好掌握 兩顆星怎樣 兩顆星比較好掌握 我們撞擊到集團球 那唯一要擔心的就是說 你撞到剛好中間旋轉值比較大 撞到中間他剛好卡住 沒有下一顆目標球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非常用力敲到這一顆球 攜帶 但是這種機率不大 為什麼 你這種兩顆星不可能很用力 也就是旋轉值要比較多 所以不太可能會有攜帶的風險 看起來好像怕會攜帶 實際上不會 各位看 他一定中短邊 以前我們比賽常看到 這球沒打好 可以剛好嗎 又不剛好 我要做10號 我要做10號 這球型就是標準的14-1 都是非常小的角度跟距離 頓推多了 頓推多了 推多了 放輕功 運氣不錯 今天這一個球型是標準的14-1 很久沒有打到這種所謂的標準14-1 就是完全都是集中 然後是半台球 那就是靠你的母球 一些小細膩來做調整修正 最後結局還不錯 提供參考 尤其開球的時候要注意 保重 平安 對 為了 對 對